今天是2022年4月16日 大风 万里无云 蓝天 今天的天干地之事 人淫 甲尘 己亥 欣慰 己得令但受到年月时天干至谢 己望衰得度 只要大运配合今天出生的人 定是人中骄龙 年为死 月处衰 日再胎 时为关带 本人白手起家 控制欲望较强 婚姻快乐 期待才助己 中年开始事业腾达 裁员广进 本人稳重有主见 晚年清闲有度 这些天各媒体都谈到中国上海的清零行动 该运动从2019年武汉爆发病毒开始 一直延续至今 2020到2021年中间有所放缓 但进入2022年 这场运动又此起彼伏 越演越烈 2019年的病毒演化至今 已经演变成某种病毒感冒 但是除了中国以外 几乎所有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解封和开放动作 政治 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用梅花算查看一下这种现象的缘由 抛开所有政治和医学因素 我们只用天干地支测算中共国清零运动 相对俄罗斯来说 中共国更是一个人制和专制的国家 习大大的思想和精神基本上就是整个国家政治 经济方针 如此这般 那么习大大的个人运势其实就是中共国的命运 根据去年视频中的推算 习大大的天干地之事 鬼四 物五 丁有 乙四 丁得令 却被作下有金贴身谢克 金不得令 谢克效果不大 又得年月之鬼物和化火助身 故身望 但丁火本为主火 过望返凶 好在年十四中 两两更金物土销克其事 丁火转威为安 有关丁火的奇怪特性 之前视频中有过较详细论述 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 此命外若内卷 加之年月地支两两阳润 即便除去时尚地支似火 九年之阳润 在时机成熟时翻江倒海 什么是时机成熟时呢 这里就要先介绍一下阳润心 男人八字命盘中含有阳润 十之八九都是固执而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的大男人 但相对也是属于有责任感的男人 而女人命中有阳润 则是情绪不稳定且感情 婚姻轻易遭遇挫折的 阳润是一种很强硬的气力 他不一定凶恶 需看八字中的整体组合 假如一个人的八字弱 阳润可以起到很大的框柱作用 假如八字本来就比较旺 再来阳润的话就是祸害了 身强不喜阳润 因阳润夺财 结官 破八字之富贵 若不行克妻子 必六亲不和 多主一生常遭兄弟朋友之连累 或常遭重大之灾恶 如果日干不强 有欺杀嫁阳润 则主此人五贵非凡 掌生杀之大权 岁运旺的时候 自然转获为福 若命局有任有印无杀 岁运逢杀的时候也可成福 有道是杀无润不嫌 润无杀不威 杀润两全 复刑劫杀阳润运 主力弓箭业 标柄千古 而喜大大正好就是这个七杀嫁阳润 阳润身强 若在剑行冲 原局没有足够的食伤或官杀贴近日主克制泄化 大多性极刚恶 冲动暴力 外貌温和 内情执拗 自以为是 对别人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主官意识很强 不轻易采纳别人意见 思想容易走极端 年之欲阳润 主破祖先遗业 违背祖义 疑怨报德 实之欲阳润 见财官则为或不浅 岁运相冲并相合 则灾火勃然临门 喜记偏云 劫财阳润 切记实逢 岁运并临 灾殃立志 意学中强调身强虚防声望 身若小心死绝 岁运皆凶 死神暗邻 老怕声望 少怕死绝 目库克众 直恐有灾 用神无救 命遂至此 生福太过 欲望之地而命终 阳润行冲 不死也灾 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 这里省略 现在来看看喜大大命盘在今年都有哪些特点 今年流年人淫 人水生木助我丁火 丁人和画木又生丁火 助中物鬼和画火再助丁火 农历六月年月之于流月四五未会南方火局 火望之极无救 丁火随时烧毁蜡烛或者烧毁灯心而熄灭 不死也灾 再看年柱地之阳润寺 银寺相行相害 阳润被行克 大运害破太岁银 农历七月银寺身又成无恩之行 阳润再次被刑克 身亡之急 阳润被刑害 刑害破全部都出现了 病入高谷神仙难救啊 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了 一 阳润身强 若在剑行冲 原局没有足够的食伤或官杀贴近日主克制泄化 大多性极刚恶 冲动暴力 外貌温和 内情执拗 自以为是对别人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主观意识很强 不轻易采纳别人意见 思想容易走极端 年之欲扬刃 主破祖先遗业 违背祖意 疑怨报德 二 身旺在欲行害破 火望至极 今死无就目尽无弃 结论 习大大进入2022年历春后 开始欲见身旺行克 不仅刚毙自用 而且龙体已病入膏肓 人类到了这个时候 通常只有一种行动 那就是失去理智 一条路硬是走到黑 这就像一堆焦了油的火 不狂烧绝 不罢休 只有这样 他才觉得能战胜恶魔 觉得安全 觉得正确 若是一般人 他会变得特别暴躁 固执 怪异 为了战胜看不见的敌人 他不惜祸害和耽误家人 破罐子破摔 喋喋不休 对什么都不满意 吵吵闹闹 偏听偏信 家人通常都会选择顺其自然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若是皇帝 那就没那么简单了 除了要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自己的人脉和派系 为此 他不仅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一意孤行 而且不允许其他人违反他的旨意 所有违背他旨意者 都是叛贼和敌人 都必须消灭 更重要的是 所有他的旨意都不能出现任何破绽 更不能让敌利用这些破绽来攻击自己 最最重要的是 他在子民中的神话绝不能破灭 神话破灭就意味着他过去的一切都是错误 即便敌人不攻击他 他也会因为失去了尊严而没有勇气继续把皇帝当下去了 所以 中国的清零运动是一场证明这个皇帝光荣伟大的运动 是一个不能输的运动 是一个胜算很大的运动 以此稳超胜算的运动 如果不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 万一病毒造成死亡人数超过了5000 这不仅等于拆穿了之前关于病毒死亡人数世界最低的神话 同时也会给自己的伟大光荣制造出无法估量和控制的隐患 这个政治风险和代价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发生和承受的 只有清零行动才能最高程度最有效的控制全国的政治局面 说它是最高程度和最有效的控制全国政治局面的另一个理由就是 自从2019年爆发病毒以来 病毒的周期本来就是一个波浪线 有高也有底 和海浪一样 无论是否进行人工干涉 如隔离 育苗和核酸检测等 它的走势依然是波浪型的 只要在波浪开始走高的时候 立即快速地开展清零运动 这样 待病毒周期走向低谷时 老百姓就会认为 这是皇上清零运动的功劳 也就是说 无论清零运动是否真能制止病毒的发展 它都会进入低潮 一旦进入了低谷 这就是清零运动有效果的证据 举国上下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皇上的英明神武 即便是对手 也无话可说 因为双方都不能说出这个秘密 所以 谁说出来了 谁就必须有另外一个有效制止病毒的方法 而至今为止 世界上谁也没有这个方法 唯一的解药是昨天视频中我们根据医学原理得出的那个结论 所以 只要坚决清零运动 在政治上怎么做都是赢家 百姓的追求和帝王的追求是不同的 从医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 历春以来和现在上海的清零运动乃至接下来的各项运动 是一场帝王将相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展开的政治运动 且如果皇上的运势代表国家运势 那么现在的中国也走进了刚愎自用 一意孤行 并入膏肓的境地 大家一气呵成 共同前进 一个刚愎自用 一意孤行又并入膏肓的人或者国 还能不走向衰退吗? 好在这个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待到农历六月后 一切都将慢慢改变 每年历春 中国又是一个新景象 顺便提一下 2019年那因天干地之是几害 冲克喜大大年之洋润寺 洋润逢冲 灾祸必至 他的灾难是否也是举国的灾难呢? 若是 病毒又是谁放出来的呢?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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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